各位朋友好 欢迎大家来到高山科学经典 我是本场的主持人段玉龙 高山科学经典是一个关于科学阅读 知识生活的公益项目 我们在每个星期六晚上的八点钟 会邀请院士科学家 以及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来走入我们的对谈 和各位用最科学的姿势 来去阅读一本书 让科学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在今天的对谈当中 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 是和一个人有关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天才的拓荒者冯诺伊曼传 我作为一个科学节目的主持人 以及一个科学的爱好者和传播者 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场合 听过冯诺伊曼的故事了 有不少喜欢计算机的朋友 对于冯诺伊曼真的是非常的了解 可以说我们现代所使用的计算机 没有了冯诺伊曼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了 或者说也许不会像我们现在 大家所应用的如此得心应手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 实际上讲述的是冯诺伊曼的个人的故事 简单来介绍一下 冯诺伊曼在数学量子力学 现代计算机以及博弈论等方面 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 它被称之为计算机之父 以及博弈论之父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于冯诺伊曼生平的介绍 以及他生活当中的一些记录 我们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 来去看一看这个人的一生 以及他的科学方面的建树 在我们今天的导读当中 将会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我们将会邀请张忠老师 来给大家导读这本书 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述一下 他眼中的冯诺伊曼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在第二个环节 我们将会和清华大学的李铁夫老师 以及张忠老师 开展一场圆桌对谈 最后一个环节是互动问答 也欢迎大家 在我们今天直播进行的时候 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把问题 发到我们的评论区 您可以用弹幕的方式发进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导读嘉宾 张忠老师 简单介绍一下 张老师是亚马逊云科技资深 首席科学家 是亚马逊云科技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 也是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 高性能大容量计算 和存储系统的两期专家 以下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 交给张老师 请张老师为我们导读 天才的拓荒者 冯诺伊万传 有请张老师 谢谢大家 很高兴有机会 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本书 这本书 在亚马逊上面 是四星 然后在豆瓣上 我看一下是七点四星 我会大概分三个部分讲 第一个是说一下 冯先生这个人 然后说一下这本书 然后我想谈一下 书里书外的那些感想 为什么说冯先生呢 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上世纪某年某月某日 我正好我在复旦 还是在电子工程系 拿到一本高年级同学的一本书 这本教科书呢 是南京大学的李三丽教授 叫微星计算机原理 那是一本大开本的一本书 当时我们那个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或者是参加过一些什么编程 但那时候条件都很差 大家可以想象 所以 这是第一次接触什么计算机原理 你就把计算机打开来 看这本 其实是日本教科书 但是我一读读得非常入迷 那时候一点都不懂 因为是自学 然后比如说布尔弹书我知道的 然后就看到一些人名 比如说 他那本书 假如说印象没记错的话 他叫他冯纽曼 那我想 哎呦 这个冯先生很厉害啊 我这一会不知道这个冯先生是谁 冯先生很厉害 这我们来谈一下冯先生这一个人 他有几种的角度来看啊 第一个呢 在这个Financial Times 就是金融时报 在评选 他每年都有一个叫一个年度人物 你可以看这里面年度人物 有我们马云 Steve Jobs Bill Gates 这些人 萨切尔夫人等等 这都是年度人物 但是唯独呢 把这个世纪人物的这个桂冠给了这个 Wong Newman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主要的两点 第一个呢 是说他的 大家可能知道Wong Newman 他是一个数学家 但是他用到他大脑的思考 来改变了世界 就是用mind来 shape the world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在 冯 Newman 短短的 因为他英年早逝 才50多岁就去世了 但他那段时间 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时间 就二世纪是一个 智慧和野蛮的 交织谱写的这么一个 一段历史 然后这个冯先生这里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代表人物 也影响了这个时代 这个是公众人物的评价 那怎么对我们每个人有意义呢 他说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怎么被评价 有没有什么个人化的评价的标准 这个我放到我们最后 我有一个思考跟大家分享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Wong Newman 就是假如说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就是他小时寥寥 大更加 他是富二代里面的神童 也是神童里面的富二代 这样的人其实也挺多的 尤其在艺术史上面 科学史上面也是有一些的 我这个 那么他怎么聊聊呢 有几个点 因为他非常出色 有极其 极其好的这个天意的秉赋 第一个呢 他是自带计算机的这么一个人 不是计算器 自带计算机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的在六岁的时候啊 就能做八位数的厨法 然后在八岁的时候 自己学好的微积分了 十几岁时候就学了更高深的一些数学 然后呢 他有一个这个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他很神奇 这个译文呢 大家比较知道 就比如说这边有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 有一个蜜蜂呢 在两个相向而行的列车 两个头里面飞来飞去 我两辆车是相向而行 蜜蜂从这个头 飞到那个头 然后再飞回去 然后问呢 这个问题是说 假如说两辆列车 他们正好相遇的时候 这个蜜蜂一共飞行的多少距离 那么他们相向的这个速度是知道的 即使的位置也知道 然后这个蜜蜂飞行的速度也知道 那么这个问题 假如说你把它仔细地展开来看 它就是一个无穷极速的问题啊 就是这么飞过来 再飞回去 因为列车移动了 所以这是这个极速 它是无限的一个极速 然后我另外呢 就是有人就考它了 说我另外说你这个问题你解 然后他盯着天花边想了一想啊 说是多少 就给了一个数字 那人非常吃惊 因为有一种 就是脑筋击转弯的这个解法呢 是比较简单 就不去看这列车怎么说 就是说因为他列车相遇 这段时间是知道的 然后蜜蜂的飞行的速度是知道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有多少时间 他一共飞行了多少距离 对 但是否则另外不一样 他把这个问题 变成一个挺复杂的问题啊 而这个复杂的 他在脑子里面心算 就把它作为一个极速的 这么一个积分 就把它做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那时候有人问他说 阳光底下有个钢板啊 我估计可能是海军 在问他这个问题 就阳光底下这个钢板放那边 几个小时之后考一考 大概这个钢板的温度是多少 然后这个家伙也是 订了天花板 嘟嘟当当几分钟 然后就是打出来了 所以他在这个同行里面 是有名的孙燦子 而且很复杂的题目 他就心酸算出来啊 为什么说他不掉电呢 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么一个习惯 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啊 他会带一个任务 带一个问题去睡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醒了 那问题基本上就解决出来了 所以我说他是不掉电 他晚上可以party到很晚 然后第二天早上精神抖手去工作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说基本上不掉电 还有一个他是超大贷款 就是他过目不忘 所以说这点也是非常出色 就是基本上把我们觉得 天才的技能里面需要的东西 都已经就是自带了 然后他还有一个这个习惯 就是他解题成语 就是他非常好奇 看越复杂的问题对他 还是说他是越有兴趣来做 为什么跟他的马路杀手有关系呢 因为他开车的时候啊 假如说这个在车越多 他越兴奋 车越多 他就是在这边穿来穿去 穿来穿去的这么 就把开车作为一个解决的问题的 这么一个题目一样的去弄他 假如说没车 马路上没车 好了完蛋了 这个冯先生就要打瞌睡了 他不打瞌睡 他读书 他一边开车一边读书 以至于他经常发生车祸 以至于他经常被警察叫下来 停住他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 有好几个马路杀手 这个冯先生这个马路杀手 是他有专门的技巧的 他一边看书一边杀手 但他主要的一点就是说 他真的非常有好奇心 然后解题成语 然后这个冯劉免的 我讲到他承认以后 我是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是一个立体的理工男 就不像我们这种马龙 我们这种马龙的话 是比较呆 对吧 就是看到未来的丈母娘 我很多时候跟我的兄弟们说 我说你们看到你们丈母娘 千万对着人家眼睛说话 不要看着你脚尖 这是很多我们的马龙就这么说 但是冯劉免不是这样的 他首先他保读史书 史书就是他在12岁的时候 把一个48卷的一个历史通史给读完了 他记忆力好到什么程度呢 他到时候在病榻上面的时候 他快要去世了 然后他的兄弟给他读这里边的 书里边的一页 在翻页的时候 冯劉免就把下一页开头就接着说下 接着说出来了 所以他是一个保读史书 然后记录非常强的人 他还有一点 就是他的满渡这个混段子 他反正一到谈话里面 开始有些紧张气氛 他就啪 扔一个混蛋子出来 然后就是用这种幽默来 化解这种张力 而且他非常的 基本上没有敌人 但是他后面还是 有一些纠纷确实是有 但他平时很多时候 他工作上会碰到的这些个人问题 他没有 也是一个非常热意助人的人 他在最后麦卡锡 是在那个横行的时候 有一个奥本海 被国会去质询 说他因为有亲共的 共产党的嫌疑 他还站出来为他作证 说话 他我们里面的最 我觉得在科学上面 他最了不起的一点 就是他就把纯科学和应用科学 是连接起来 我可以觉得他是跨界无强 目光敏捷 点湿沉浸 他到哪儿就是 好像突然一片的新天地 被他打开来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他一生里面做了很多这方面的 跨界的这种工作 然后呢 他还有很大影响力 是在这个国家机构里面 所以他是华府科学的一个 应该说是国师这样的一个级别 所以我后面的介绍会把这两部分 稍微再展开一点 跟大家再说一说 他高中的时候 毕业时候就拿了一个 匈牙利当时的大奖 然后他去读本科 本科的时候是他呢 他的爸爸觉得那时候 读化学比较容易找工作 像冯牛面这样的人也要找工作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 所以他觉得应该去学个化学本科 那么他也就去读了 但他同时呢 又去读拿了一个数学博士 这是在他的祖国 在匈牙利 所以在两个国家之间 串连串连去 还同时把两个都读下来了 基本上是旷课为主 然后就考试的时候去一去 然后跑到那个 这个 那个 这个读化学的时候 还经常把人家的这个 杯杯盘盘还打破 还创下了这个最高罚金的这个历史 可见数学家是不能让他们做实验的 然后呢 他在29岁就去了美国 成为普林斯登高等研究院的终身 叫做有五个人 那他 我们 我之前刚刚读完 哥德尔传 哥德尔传 其实是一个比较 内向的人 但他有两个 终身的好友 一个是这个 就是 冯劉曼 还有一个就是爱因斯坦 那他的这个 这个 冯劉曼 他是一个全才型的领军人物 我觉得就强调两个词 一个是全才型 一个是领军人物 他大概两个阶段的工作 一个是在1940年前 他基本上是在做纯数学的工作 是专门做数理逻辑 曾经在西尔伯特 那西尔伯特 那是当时的数学界的领袖了 在他门下的做助理 专攻数学的留纪 这个阶段呢 他一部分的缩围 是跟哥德尔有关的 因为哥德尔证明了 那个不可政治定理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 帮了这个 红牛们的一把 然后他就不再往 那个特别成数学的地方 再钻特别多 当然我这可能讲的 不是很全面 但是anyway 在1940年以后呢 他就开始涉入各项的领域 因为他是应用领域 算是多个领域的 我就说开山地主 就是N个致富 假如说在维克百计上呢 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对他的介绍 这里边 这个蓝色的 都是他涉入的领域 很多领域 我是非常孤陋寡闻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他这一生当中 就是这么多领域 做出了贡献 我先讲几个 稍微我们大家 就要我 稍微能够了解一点的 这个熟悉一点的 这个工作 就大家假如说是 做马龙的话呢 有一个最基础的 当你入门做算法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碰到这个 用排序 让你去 这个把一个排序的问题 去编程出来 这里边 一个比较高效的算法 是所谓的merge sort 这种算法 他就是把一堆数 随机排 没有顺序的数列 先分成两堆 然后这两个再分 分完之后呢 两两 把它合并 这样的速度会比较快 这个merge sort呢 他的invention inventor就是 Von Neumann 当时还成为是一个 是一个军事 是个机密 还有一个算法 可能在很多领域里面 都用 叫mentor color算法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假如说你有个 很复杂的这一个形状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 Picasso的这一幅画 这里边就有一个 漂亮的妞 在跳舞 然后我的问题是说 我怎么把这一个 这个面积算出来 这当然很难算 你要这个 认真地去算这个 可能要建模 就很不容易 那mentor color算法 是怎么样 假如说你手里 有一堆沙子 你把这一堆沙子呢 就是随机地 撒到这幅画上面去 然后你再把这个 落在这一个 这个美女身上的 这些沙子 收集起来 然后你 然后你除以 你整个的沙子的量 那你就知道 然后你又 就大概对这个 这个形状的面积 会有个估计 它这个是一座 非常巧妙的 叫mentor color算法 这个随机的算法 还有当然 我们计算机里面 常用的这个 维随机素 维随机有很多种 Venumian那时候 也做了一个 维随机素 是当时被 广泛地采用 我的破案是说 我当时作为马农 我那些 这个排序算法 mentor color算法 什么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用 也一直在教 但是我就没有 去发现了 这背后的 都是这个Venumian 他的生意 那Venumian 最为人所知的呢 是所谓的Venumian结构 这也就是我那时候 在读李三立老师 那本书的时候 碰到的这个计算机结构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说 它的意思是说 假如一个计算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输入 也有输出 它有执行系统 最关键的是说 它怎么来把这个 程序的运行起来 跑起来 在Venumian这个结构之前呢 原来假如我要算一个 科学问题的话 我要把这很多的 这个线接好 就是这个程序 是不能动的 这个程序不能出错 也就是不能够换的 然后假如换一个问题的话 我也得重新接线 这个接线的话 可能要几周 非常非常难搞 那这里面很重要的 这个关键点 就是我把这个程序 本身的作为数据 这样的话呢 我这程序呢 会是从这个memory里边 这承受里边 取到这个执行器里边 这执行器会对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其实是一个指令 进行解释 然后用它的控制 我来算什么 这样就避免了 就是我每次 计算问题的时候 我需要重新来 把整个的硬件 给重够一下 是一个非常flexible的 非常灵活的这种执行器 到今天 这还是有最主要的 应该说 是说绝对多数的 计算机结构 都是我们打开 计算机 它这抽象上面的结构 都是这样一个结构 它的关键点就是程序 也是数据 用它来指导 这个计算 但是呢 这里边呢 事实上呢 这个结构呢 还真的不是 Vonuleman发明的 是在跟他之前的 另外两个工程师发明的 但是Vonuleman呢 就是那时候看到 这一个设计之后 觉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他就把它总结 并进升华 然后写了一篇 很有影响力的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 在业界就先传开了 所以呢 后人觉得 这个Vonuleman的结构 是以它为冠名 其实Vonuleman 可能是很多东西的致富 但还真的不是 这个结构致富 当然假如我们回头来看 从整个计算机史的 这个发展上来说呢 Vonuleman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是父亲之一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自己个人这么认为 但其实呢 计算机的处性本身呢 还要更早一个事迹 然后其中还有一些 女性科学家 就是Law Barron Barron爵士的 Sin Barron 他的女儿的一个身影 那我讲一下博弈论 其实我对博弈论 其实自己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大家假如说注意到 最近AI的一些进展的话 可能知道 有所谓的AI generated content 就是AI的创作 但在创作里面呢 它里面有一个部件呢 它就是生成器 这对抗网络 对抗网络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有一个真实的一堆画 然后你有一堆假的画 这个就是说我要训练这一个 做假画的这么一个画家 然后我还有一个呢 就是来判断这个幅画 你生成出来这幅画 到底是真的呢 是真的数据呢 还是一个做假画的画家创作的 那么它其实就是这两个 就是这个detective 和这个generator之间的一个博弈 所以也就是说最小最大画 就是最小画损失 最大画它的那个 这个创作的这个相似度 其实呢 这个最小最大画的这个概念呢 是冯隆明那时候 他很早了 就是他看到这个经济学里面 就是大家都有一点很多的理论 他然后进入这个理论之后 他提出这一套看法 就是说假如说 我们各个玩家都在 然后也知道每个人的玩家的策略 大致是什么 那么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我怎么使我自己的损失最小 那他把这个问题呢 就把它归结为 怎么最小画自己最大的可能 就是min max这个game 然后提出了他一套解决的方式 因为这个呢 就是王隆明 是可以认为 他是经济学里面的 博弈论的这个致富 是当之无愧 王隆明在这个1950年左右 他非常热衷的一个题目是气候 这个预测 那么当时呢 在INIAC就是最公认为第一个现代的计算机上面 运行的第一个气象预测程序 是王隆明和他的同事 在Princeton做出来的 现在大家手机打开来说 我想知道这个天气怎么样 大家要想到 这当初第一个的这个天气预测的软件呢 是王隆明他们做出来 然后这个团队里面有两王隆明 有这位呢 就是Klara王隆明 是王隆明的这个第二任夫人 有意思是 他也是一个富二代 14岁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 是匈牙利的花样滑冰冠军 他其实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一个第一代的女程序员 第一代程序员嘛 不管男女 然后冯丁曼非常有智慧 他就制定了就是气候预测 他觉得这个预测是个刚需 但是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复杂 你要从短期预测 慢慢推移到中期预测 然后再到长期预测 是他指出来 就是我们应该组织成这样一个 循序渐进的这个研究道路 那某人类也是很早的 就认为我们人类是可以 对我们人类的工业活动 尤其是是对这个气候的变暖 气候的变化是应该有责任的 也是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 他指出人类工业 或者是导致社会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他当时还是想觉得太冷啊 他还想把这某些地方的这个气候把它变暖 但他也指出来 就是说这种的所谓的这个活动呢 是会引起一些我们不能预测的这些后果的 我们呢在这个最后的时候 他开始关注这个人工智能 他最后在病榻上的 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 就是计算机与人脑 为什么这本书呢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更改 我是觉得他还不算是一个 因为他探讨的问题 我觉得还没有到本 就是他也是在最后的时刻 他去考虑这个问题 但之所以我要提这一个呢 就是他最后思考了 他最后在着力这两个点呢 在他身后七十多年 终于并在一起了 就是说用AI的模型来做这个气象预测 原来传统的方式呢 数据都是有的 用传统方式来编程 这个运程量非常的大 那么就用AI来做这个气象预测 也有了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很高兴的 我就是看到 就是中国的这个研究人员 华为云用盘古大模型呢 他提高了非常 他提出非常的高 然后他的第一次呢 用中长期的预测 超出了传统的数字预测 所以在他身后七十年 他最后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合而为一 这也是很神奇的 但是你可以想象 这当中有很多人 其他人的这个工作 冯林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有影响力的工作呢 就是细胞集中机的提出 他的想法呢 是这样的 就是世界上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 可能非常的复杂 但是呢 他本源呢 可能是一些基本的单元呢 他的这个 一些简单的相互作用 会emerge出来 这么一个复杂的行为和现象 就是所谓的自动 细胞自动机 就自然界里面 许多复杂的结构和过程 它归根到底 就是大量基本单元的 简单相互作用 然后这个呢 跟DN这个发现是 有些关联的 这个DN呢 他的历史就 从1866年开始 一直到那个 这个 Watson和Click 在1950年 最后终于把双螺旋 这个模型做出来 这当中也有很多人的努力 一个多世纪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编辑基因 但基因DN它最后的 这个工作的严历也是的 就是它是这些简单的编码 然后中国互相作用 但这就提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哲学问题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数学的发现呢 和科学的发现 都是有时间表的 对吧 DN也有时间表 冯林文提出这个 cell automata 也是有时间表的 但是数学真相是没有时间表的 那生命本身也是有时间表的 假如说没有化学 没有大爆炸 这个东西就是不会有生命的 但是数学本身是 这个发现 这个真相本身是没有时间的 那么生命起源的背后 还有一个源 这个源 假如说从我们把这两件事情 放在一起看 它的源是在数学上 这个是非常值得琢磨的一件事 当初我在读 哥德尔的那个传记的时候 也是这么感觉到 就是数学系统里面 它有些数学的定理 是不能用数学系统本身来证明 那这些定理哪里来的 cell automata 它是一个真相 就是你任何人都可以编一个 这个cell automata的这个程序 然后它就可以有很多复杂的现象 包括生命 可能是这数学在落地以后 涌现出来这么一个现象 包括我们人自己 那么到底什么是源呢 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冯丽曼他是一个卓越的美国公民 他比如说他很早的时候 参与了马罕登的计划 当初投到京都上面这些原子弹 冯丽曼参与了这里边的 这个原子到底扔多高 它的刹刹率还更大 这方面还有些其他的工作 包括他不炸皇宫啊 就是说这个原子不炸皇宫 不去炸京都 他都是这里员的一个决策者之一啊 后面呢 他参加了这个所谓的清淡的设计 跟那个Taylor在一起做清淡 清淡设计 他的主要的想法是说 我不是要往外炸 我先往里炸 炸之后 然后再把它炸出来 那所谓的是implosion 就是内报这部分呢 是冯丽曼跟Taylor他们一起做出来 当初曾经被人家认为是不可能的 后来越来越觉得可能 都是从零到一等的开拓者 然后还有洲际导弹 洲际导弹的时候呢 冯丽曼是一个非常的 那时候他已经是 在华府有很多的影响力了 他认为呢 就是说是落后于苏联了 所以一定要在上面发力 包括美国发射阿波罗登月 包括这个 苏联包括登月 发的是一个载人的运行器 而不是载人 它是另外一个空间的运行器 这里边其实都是通过洲际导弹 来推动的 所以他做出的这一系列工作 对美国的国策 是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有影响力的 包括那时候 那个古巴危机的时候 假如说美国那时候 没有几头赶上的话呢 也许那时候就没有谈判的筹码 因为这个呢 冯丽曼他得了很多的奖 前面两个奖是关于 他科学上面的奖 后面就是出了一个公民奖 还有就是总统的 公训奖章 内里就是美国海军的 优秀公民服务奖等等之类的 自由奖章 菲米奖等等之类 他是一个 华府深受信任的科学家之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冯丽曼他有个信条 就是说他为了自由和文明的延续 是一定要反纳粹 反法西斯 反当初的苏共 所以他觉得科学是为了这些正义的价值 要做服务的 好 之后 冯丽曼的这个成就是非常非常多 我就不想沾太多的时间 因为大家可以读书 其实这本书也 也只能盖过他一部分 那这本书本身 我觉得他还是值得一读 因为你在VG百科 或者是其他地方可以看到 去读到一些 和尼曼的一些声明的介绍 但读这本书 你会对他的家庭背景 和童年和少年的成长过程 有更深刻的了解 包括他后面 就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 这个当时的工作状态 读哥德尔的时候 你会对里面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有一点了解 然后这本书 也有另外的一个角度 它里面还有不少的八卦 包括这个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他本身参与这个国家机构 这个活动 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 更详细的这个描述 这本书呢 也是有一点点硬伤的 就是说我传记看的是比较多的 就是传记作者呢 经常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他还是一个硬粉 所以他会添一些东西 或者有的时候会剪掉一些东西 在这本书这里面呢 他比较多的 比如说他 Volumian那个计算机结构 这本身引起的争议呢 它是站在冯丽面这一边的 其实呢 假如说你 网上再查一查资料 大家就说坊间 就是说计算机界呢 大概是一个有个共识的 就是说这个结构本身发明 并不是冯丽面 它是后面把它发扬光的 它的影响力 可能更作用更大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呢 我读了至少读那一章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些硬粉 我对这本书还有一个不满的地方 就是他对女性科学家的贡献呢 一笔带过 比如说他有一章是专门讲气象的 那他的夫人 就Clara对这个 这个气象预测程序的贡献没有提出 他在那个回顾计算机发展历史的时候 是提到了巴比奇 就是那个之前的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更前的这个处刑 就是一个处刑的 他的贡献 他也提到了拜仁爵士的女儿 但拜仁爵士的女儿 Aida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马龙来说 我们知道他 我们现在是认为他是第一个马龙 所以这些那他都一字不提 或者很简单的这个一笔带过 我觉得是对女性科学家是不太尊重的 也不公平 另外呢 他这个 我觉得这是跟第一个问题有关 因为他是一个应粉 他反而有点畏惧 所以我对他这个冯牛们 他对内心的这个刻画是不足 我觉得他的这个 让我的感觉就是有点flat 就有点平 冯牛们这个人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他反而是我感觉是有一点点扁平的感觉 这本书的中文版 就 我是有一点点concern的 就是说我觉得他信有余 答和雅不达标 我随手举一个例子 我想这句话 他为这个 钻空卡引入了电 并成为IBM的贫穷鼻祖 贫穷鼻祖 这几个字 我是怎么都不知道 他是在想什么 我觉得他是poor 这个ancestor 或something like this 这里边在poor的意思有很多种 我觉得他翻译的时候 这里边有一点点比较硬 这本是翻译的时候 读起来说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 那讲了这 这些事情呢 我们可以讲一下 在书里书外的那些 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挺重要 就是家庭知识环境 在教育中的作用 这个他的家庭 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大家庭 也非常支持他 非常的放松 他的父亲呢 很早就是让他和你们参与 家里面的高盆满足 他们家里面是高盆满足 因为是富家嘛 他爸爸是个银行家 家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人物来往 他并没有把公经们放在屋外面 而是让他参与这个调论 那从那边在很多他的成绩里面 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我觉得是管理者 是有所有远见的那种策略的制定人 就他比较全面 这我觉得跟他家庭的这个环境呢 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他并不是说很呆很专 只是看数学 而是他对一个技术 他对社会的作用 他有很深刻的了解 另外一点我觉得值得注意呢 这是这本书里面 这个作者在这里边 画了蛮多的篇幅讨论的 就认为 虚万里当时的这个教育系统呢 他认为是跟日本的教育系统很像 它是一种呢 是把10%的尖子学生挑出来 给他主要的资源的 这么一种教育系统 所以这里边就引起了一个 我觉得有趣的话题了 可能也很有争议 就是你是既要又要呢 还是只要 你是只关心那些常委端 那些天才人物呢 把教育资源往这方面倾斜呢 还是你是做到一个能够比较平衡一点的 这么一个教育系统 这点是值得打开来去讨论的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很受启发的 就是自信心的作用 冯牛麦那时候在洲际导弹的 跟苏联的竞争里边 他是非常有自信 他的自信是认为啊 就是这个导弹谁都造得出来 然后觉得苏联的人 苏联的科学家肯定能做出来 所以他们要做的不是要赌 不是要疯 他觉得那东西没有太大的必要 而是自己往前赶 而且还赶上 所以这自信在大国竞争的作用 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political这个环境里边 有很多这个大国竞争的这个阴影 所以作为科学家 怎么有自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回到开始第一章的PPT里边 我讲到就是说 到底怎么评价这一个人 我觉得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可以看成是 人生的价值是你作为一个人 对其他人的这个影响力 或许换句话说的 这个世界有没有你 到底有什么变化 从这角度来说呢 假如冯牛麦他不在 没有冯牛麦这个人啊 我会很可能 我现在没有在充实 我所热爱的这个计算机的 这个科学 包括AI 我认为可能各位手里的手机 还不知道有没有呢 所以他对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 是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这个人生的价值 我觉得对外啊 就只有这一个问题 然后冯牛麦这上面是 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打卷 是一个天才 谢谢大家 我先讲到这里 讲到不好听 大家原谅 非常感谢张正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读 那么这一般导读呢 非常富有吸引力 我全程听完之后呢 对于这本书是更感兴趣了 其实实话实说呢 当我自己啊 在去读这一本冯诺一万传的时候 我的内心有一种感觉 就好久没有看到 这么好看的书了 因为我过去 在读一些书的时候呢 无论说是作者本身 笔法的原因 还是书中的 所描述的人物啊 故事的精彩程度的原因 有一些书我在读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做到呢 就是快速的跳读 但是当这本书 我去尝试跳读的时候 我发现很难 因为前后的内容的关联 逻辑的关联 实在是太紧密了 所以这本书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而且引人入胜 当然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的疑惑 比如说这本书啊 在我看来 就像是张诚老师说的一样 书的作者 应该是冯诺一曼的拥顿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 把冯诺一曼写得 非常的重要 形象呢 也很高大 也很光辉 那么我就很疑惑 在二位专家的眼中 冯诺一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 圆桌对谈的环节 我们继续呢 也请上清华大学的 李铁夫老师 和大家打个招呼 李老师您好 好 大家好 张老师好 张老师好 您好 刚才呢 我们所请到的上一位嘉宾呢 也是给我们带来了 精彩的导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和大家认识一下 张诚老师 张老师是亚马逊云科技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 也是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高性能 大容量计算和存储系统的两期专家 再次欢迎张诚老师 张诚老师您好 大家好 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啊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 这本书在我看来啊 作者是非常喜欢冯诺一曼的 所以呢 其中有很多 非常有赞誉性的评价 在我看来 他的眼中 已经把冯诺一曼呢 比坚成为像爱因斯坦啊 像牛顿啊 一样伟大的科学家 可以说呢 如果没有冯诺一曼的存在 可能我们这个世界 当今就不会这么精彩 我们所使用的很多设备 也许可能会过一些年份 才会现身 才会让我们用得到 我不知道在二位看来 冯诺一曼是不是真的有如此高的 学术地位和业界的影响力 李老师您的观察是什么 好 谢谢段老师提这个问题 刚刚这个张老师给我们 把这本书给我们导读了一番 把里面的这个情节 内容 整个的逻辑 尤其是这个冯诺一曼 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 还有学术的经历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本身也是冯诺一曼的用嘴 所以这个问题呢 也很难完全客观的来回答 因为我也是做这个电子信息的 从本科就是学这个方向 到了一直到今天都是在研究这个电子信息 信息学这个方向 所以冯诺曼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真的是大神一样的存在 尤其是很难让一个像我这样普通人去想象 怎么这么一个人家世又好 成长的环境也很好 聪明 绝顶的聪明 什么事情都会做 对吧 然后先是做纯数学 纯数学那个东西 对于我们功课的人来说 那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维度 比我们高的维度 那这个纯数学的世界做好了之后呢 又降为到我们这个应用数学 以及各个工程领域 那把电子计算机 把这个博弈论 还有很多天气预测等等 这种数值计算等等 把数学应用数学应用到了各个领域当中 而且都是像刚才这个张老师讲的 都是作为开山鼻祖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对冯诺曼 绝大部分的介绍和评价 在我看来我都是认同的 它确实是一个在学术上有 极高成就的人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他能比肩 爱因斯坦和牛顿 这个呢也有一些 我不太能同意 因为毕竟 牛顿和爱因斯坦 这种级别的大神呢 是找到了 宇宙间规律的这些人 那他们的人生 这个可能不像冯诺曼 在这么多的领域里面 做出这么多出色的工作 但是他们在某一两个领域 做出了绝顶的工作 那就是超出全人类的工作 所以我们觉得说他来比肩牛顿和爱因斯坦 我觉得可能有些夸张了 但是他作为一个人类当中 绝顶聪明的那个人 做出了一系列 这个极富有开创性的工作 我是认同的 嗯 何老师 好 那再听一听张正老师 张老师 您也是在人工智能啊 计算机领域的专家 您觉得冯诺伊曼 是一个像书中所写的一样 可以比肩于牛顿啊 爱因斯坦啊 这样量级的人物的科学家吗 我觉得这本书呢 就是因为它是印粉嘛 就是所有的传记啊 都会加点东西 捡点东西 其实冯努明里面 他很多对 比如说量子力学啊 他的面非常的广 所以他书里面也不能设置自己 就包括他的 我去选择的这些 也是我自己稍微能够懂一点的东西 他的面非常的广 他是一个全才型的 就是说他一己之力啊 推动了很多领域的 一下就往前走了 这么一步 很关键的一步 这个是我觉得像 我觉得他好像跟那个爱因斯坦 牛顿是不太能比的 因为其实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 因为爱因斯坦牛顿 他是一个范式性的一个变化 对吧 是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冯努明在量子力学里面 他做出了贡献 但那个贡献也是当初还有一堆人 对吧 就是有些非常出色的这些波尔啊 那个奥奔海 好几个人 对对对 迪拉克这些人做出的这个贡献 但是他进入一个领域之后 真的是有点识成精的能力 就很快把最关键的问题就找出来 而且他跨界 跨界他经常把一个想法 带到另一个地方去解决 他的综合能力是无人能比的 就假如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呢 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就突然就会 都往后退一步 也许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很深刻 牛顿有了 迪拉克有量子力学有了 但是这个进展就不会有那么的 一下子都push一下这种感觉 而且一下子push 这点是非常的厉害的 从这点来说呢 就是说看你怎么去衡量 假如说对宇宙的这个认识 fundamental的认识 那我觉得他没有做到这一个 对吧 就他没有一个 我可以说认为是这样的 也许Cell Atomator 今后可能会是这样一个 就像我在那边猜测的 就是他这个数学的真相是永恒的 他发现这一个东西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这真的是在可知和未知之间的 但是你要说一个东西 它是universal有利的 他没有 但他的全面这么一推 这个是非常神的 那您觉得像他非常神的这一点 是因为他非常的有天赋的 还是说他也许运气很好 是接受到了非常棒的教育 又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 于是呢 他就具备了这种 把很多很多的领域 都能向前推一步的这些能力 您怎么解读 他最后取得的这些成就 是因何而来 张老师 我觉得这个 他的天赋是绝对的厉害的 我觉得就是说 他自带计算计算器的 我小时候做过快速的这个什么速算的 那是计算器 人家是计算机 这我觉得很少有人有他这种能力 他这种神算子的功夫 而且快速的洞察力 是很多人都没有的 这方面是他真的是天赋又天赋的 然后时代运气也是挺多的 比如说哥德尔就把他的那个 就说那东西不要玩了 那东西就这样了 这是运气啊就是让他不做啥东西也是很运气的 然后他呢因为是个通才 他不停的就是在各个领域的这个科学家 一流的科学家 面前他一起讨论问题 这种智慧的激荡 当初很多领域也实际上 在正在发展 然后他可以进入 现在我们做这马农的人是觉得 merge saw 这东西我想想也许能想得出来 那当时就非常的了不起啊 他这就是一个人 他写了十页的这么一个 merge saw的这么程序 就那种很出落的条件把那算法做出来 这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因为他有这个需求 应用科学应用数学来讲 就是要有解决问题嘛 比如说当时的那个军事的这个武器的这个研发上面 就是个非常好的contact 就要跟法西斯打对吧 这也是跟他的完全的信念也是align在一起 假如说我做的工作跟我的信念不一致 那做的别别扭扭了对吧 所以这时代上面对他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有一点时事造英雄 应用造时事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在您看来 伯农一脉首先天字非常好 第二是运气也很好 赶上了很好的时代 再加上自己的天赋异禀的这种能力 李老师您认可刚才张老师的这个分析吗 您觉得冯诺一脉因何而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位大师呢 非常同意刚才张老师的观点 我觉得冯诺一脉这个人 他的一生其实很多重要的因素全都站满了 你看他天资这个没得说 这个是从爹妈那继承来的 那他是人类历史上用任何标准来看 都是最聪明的那几个人之一 如果是我觉得按一千人 他肯定在里面 一百人他肯定也在里面 如果是二十人 我相信他也能在里面 但是再少的话就不好说了 这是第一 他有这个天资 第二他是这个人的际遇啊 非常非常之好 他出生在了一个 对于一个聪明人绝对是最完美的时代 你看他小的时候 这本书里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说是这个他的祖国非常有钱 这个城市也变得非常有钱 那大家对于科学 对于文化 对于艺术的追求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那正好他出生了这么一个家庭当中 那这是他的幼年 那接下来他青年的时候 他这个是年少成名啊 他很聪明一个人 他青年的时候他可以到欧洲 欧洲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是1903年出生的吧 他在出生之后 到了这个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正好是物理学的一个大的革命时期 量子力学革命的时期 大家在风起云涌的去发现了 这个一个新的物理学 全新的一个物理世界的解释 那他能够以自己的天资 和他的数学基础参与进去 那他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 他周围结交的全都是波尔啊 这个迪拉克 这号我们今天听来 这是在我看来 这都是我们在书里面的名字 是最早的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那再后来 等他到了美国之后 又是改成了一个对于做应用数学的人 绝佳的时代 就是战争 战争 这个不可避免的 当然是人类很悲惨的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绝对是一个大爆炸的事情 那人们对于计算装备 对于这些个 一些新式的核武器的出现 那这个时候去做应用科学的人 那简直是一个黄金时代 那他能得到最好的资源 能够得到最好的团队支持 那尤其他到了美国之后 他由于是被排挤出来的 他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是这个政界 我相信商界 因为他在经济学也有一些成果 那学界 那通吃 所以这个人 这个天资也好 运气也好 出生在了最完美的时代 他每一步都是走到了 最完美的这个选择上 所以没得说这个是 命也好运也好 他情长也非常高 而且对历史啊 这都去了解 包括他那时候参加 他父亲组织的家庭里面 那种高盆满臭的讨论 我觉得冯劉曼 像他同样的 有智慧的人 那时候还是有一些 但是就是他能够在华府里面 是能够游走 如神一样的游走 他那时候去说服 那个美国政府 去赶上那个洲际导弹 我记得当时的会谈 只给他们安排了30分钟 结果讲了一个半小时 他当中就是 风里面讲了很多话了 然后在那之后啊 尼克松就是 那当时是副冲农啊 就是亲自督战 那他是要有这方面的 这个能够看到这种全机关 能够知道这个 这个什么地方 最重要的点去切入 这点是说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全才型 就是不只是技术 不只是会算 对吧 还要能看得到 所以这个对不起啊 这个我接着张老师 这个来说一句 再补充一句 所以说他这个 这么年轻 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通读 或者说利用他的这个天资 就能够全文背诵很多历史 可能对他之后 以史为鉴 来选择自己的处事的方式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是我们普通人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企及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 历史地理 是我不喜欢的科目 你让我去看这些东西 没有兴趣 可能到了这个40岁以后 慢慢喜欢历史了 但可能很多事情已经完了 嗯 对 所以刚才二位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疑问啊 现在我们经常都说 一个人啊 他要成为人才 一定必须是树叶有专攻 你要在某一个领域呢 砸下一个深深的猛子 你才有可能激起 一朵大大的浪花 但是当我们今天讲 冯诺一曼的时候 发现他好像干什么都行 是一个通才 那么我的疑问是 当有些人提出 你应该在一个行业 深深地钻下去 不应该这也搞一搞 那也搞一搞 说出这个话的人 是不是意味着他实际上 不足以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在每个行业都能够做出建树来 他的能力 或者说他的天资 只能支持他在某一个领域做下去 而真正的天才 实际上是做什么都行的 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怎么看待 我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 张正老师呢 您觉得呢 我觉得啊 就是说这你刚才说的是 是我比较同意的 就是说一个的那个 有影响分离很大的这些人呢 他可能这个 可能他就会化界 因为你想象一下 你会没有让他说 今天我只让你做这个化学 他一开始不是做化学的吗 对吧 然后还去学化学 然后学了一个数理逻辑 我说让他在这一个井里面生根 他是很快就会很厌倦 这个井对他来说很早就很快就 他一定会溢出 那这溢出的这个前期条件说 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简单 对他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这样的人才呢 他是一定会溢出 然后会有就是全面开发 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 也许老老实实实是跟一个井 比较好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也跨界 但是跟Fone Newman不能比 我原来是做系统的 然后做AI里面也做了几个领域 换了几个领域 我自己感觉 假如你们自己去细看 Fone Newman的他的一些贡献 他其实是把一个领域里边 最新的结果 带到另外一个领域里边去开花 然后又把这个领域带到那边去开 就他那时候跟人家在谈一个事情说 一个专家某个领域专家就跟他说 如果我讲出这个问题 他觉得这里边有几个问题 他马上就买了好几个领域的东西 拿过来一下 就你要真的能够开花 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你是要对各个领域都有 反而会自己滚起来 这血就会滚起来的 就是说 其实在您看来 所谓的跨界 不是说我重新再开一片地 而是说在上一片地当中 我种下来的种子 也完全可以和这片地当中 所原本有的作物 跟他一块生长 没准可以长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是在您看来 还是比较同意我刚才说的那一点 就是当一个人的能力足以溢出一个领域 或者说达到多个领域的时候 这个天才是拦不住的 就他可能会想定一切办法 会跨来跨去 他会有穿透性 他会有穿透性 打穿各个领域 然后他对律师的了解 又让他时间上往回穿透 往未来穿透 这就非常的神助了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比如说很多年轻的朋友 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 哇我要去征服这个世界 世界因我而生 我可以干这个 又可以干那个 但是呢几十年之后 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回头看来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我问问李铁福老师 您怎么去判断说一个人 他有这个垮界 什么事都能干好的能力 还是说他样样通样样松 可能是一个他最终的归宿 我们可以从提前的某些端倪 能看出他未来的方向吗 您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特别困难 不是很容易回答 我想先稍微倒回去一点点 我们先回到冯诺尼曼 看他来看 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 刚才说 您说到底是应该深耕一点 还是应该到处开花 那其实在我看来 冯诺尼曼他也是深耕一点 只不过他的这一个点 比我们的这一点要粗得多 我们这一个人做计算机 做数学 做物理学 做经济学 那只不过他的这个 我们可能都是拿铲子来挖地 来往下深耕 但他是一个这个挖土机 直接就给挖掉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 他这一人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在 以数学为基础 而且他还有 像刚才我们说的 他有丰富的历史学的知识 是一个通才 以数学这种 科学的语言为基础 怎么去把 其他的事情 有条理 有逻辑性的 给他解决掉 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 你比如说像刚才张老师说的 他去跨界 那他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当中去 他会首先去把这个分析的很清楚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怎么去解决 好 有哪些东西 是我之前能够解决的 有哪些东西解决不了 那数学或者说应用数学 在这个里面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那如果说到了另一个问题 他也去把它分析 按照逻辑去把它分析 那之前有哪些可以借鉴的这个经验 都可以挪到这来 那还有一些没法解决的问题 他自己来去 去想解决他 或者是去找跟他一样聪明的人 或者这个其他行业的人来解决 其实他这一生做的深耕的事情 就是这样 数学加上去解决问题的这种条理和逻辑性 这是我的理解 那么对于我们年轻人 或者说这个当然他们年轻人 我已经不是了 那对于年轻人来说 或者说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适用的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 要把自己手头的事做好 一方面是仰望星空 另一方面是这个 要脚踩实地 对吧 你比如说我考进清华 我会觉得 我进清华之后 当年也是 比如说十几岁 十八九岁 十七八岁的时候 也是觉得 哇 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 我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的 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同学 就是有 在每一个方向上 都能比你强的人 这是有的 我见过很多 在清华这号人多的是 那么我相信在全中国全世界 这号人就更多了 那么 从每一个个体来说 如果你能够把你现在手头的事做好 我相信这就是你的深耕 那如果有一天 你把这一个深耕的能力加强了 那并且还要锻炼你通识的这种知识 或者是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 有逻辑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你在未来以这个为基础 走到它临近的这些领域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当然了 你如果想要不要走到临界 我要跨很远的界 那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我觉得非常困难 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有个感受 胡诺一曼他是一个数学的忠实信徒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呢 是可以量化的 可以用数学来去解决问题的 我不知道在二位老师看来 就是他对于数学的这种迷恋 是不是真的就像书中所写的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数学的 我们可以用数学来去解决任何问题 你们相信他所相信的这一点吗 张老师 我自己个人是相信的 就说这其实是假如说 那个我看他那本书 计算机和人脑 还是人脑和计算机来着 就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他倒反而的把这一点 给略过 他到讨论这个 这个是所谓离算的计算 和continuous计算 其实不本质 他背后本质的东西 他还是一个数学上面的结构 这点我是 我是这么看 因为我作为一个科学家 我们这种科学训练就是这样子 说我还原还原还原 还原到最后 对吧 可能就是一个自动 细胞自动机这么洒出来的 这一个现实世界 他背后可能是一堆信息 可能是数学 我自己个人是这么看 这也是可能是 给我个人的偏见 虽然我是一个马农 对吧 就是我们是做计算机 我们是看到的是食物 但我自己个人是认为 是有这么一个数学的本质 在背后的 那你觉得如果说 真的这个是 这个世界运行的本质 我们了解这个本质之后 对于个体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说我们可以 可以怎么去应用它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 让它更美好一点 其实不见得需要 更多的science和科学 可能需要更多的common sense 对吧 我希望大家这个 能够理解这个 我讲的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要把一个问题 看透了 我觉得这种数学的本能 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不会被一些假象 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问题 太片面了 或者是看到表面 那这种能力 这种穿透性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 这是数学训练 带给你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大大小小也好 我觉得自己 包括自己 能够影响到其他人 包括自己能够更幸福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李老师 你不是说计算 就是我说 我谈这个女朋友 谈这个男朋友 我这个怎么去算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要把这个表面 东西能看透它 包括自己的问题 看透它 我觉得这很重要 谢谢 我一会儿先跟李老师聊一聊 回头我们再来说 看透这件事情 你刚才既然谈到了什么 谈男朋友 女朋友 这个有没有数学的方法 可以解读 比如说我曾经就 看过有人说 你要谈七个男朋友 或者谈第七个女朋友的时候 这个可能就是你 离最终获得幸福 最近的那个 这个一会儿再来解读 我看有没有道理 我们都问李老师 李老师 您相信数学 是这个世界的本源吗 您愿意成为数学的信徒吗 我相信啊 我相信 为什么 我肯定相信这个数学 是这个世界 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框架 所有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社会学 或者经济学 政治学 或者人际关系 都是依附在这个框架上 这个我是相信的 这个我相信 我理解这个问题 应该是从牛顿那个时候开始吧 给人类就建立起来了 这么一个 这个世界是可以靠数学来解释的 这么一个形象 而且这么一个用数学解释世界 描述世界运行规律的这么一个方式 直到今天一直是奏效的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 我也是这个从小接受到科学的训练 那我相信 所以这个已经印到我的这个骨子里了 我是相信的 你比如说从牛顿之后开始 这个世界可以用坐标把它坐标化 然后所有物体的运动 都是在一个一个三维的一个世界 一个坐标轴里面的运动 我们可以靠牛顿力学啊 这个整个的这种一些这个立体几何里面的 这些个数学方式 就可以把它描述出来 那到了后来 这个张老师也提到了这种还原论嘛 那我们从大的东西 那好了 那如果一个棒球的轨迹 一个足球的轨迹 是可以描述的 那好 那我一个棒球是不是也可以描述 OK好 非常好 可以描述 那一个弹球能不能描述 哎 发现弹球也可以 那再小 那比如说一个 一个 一个更小的一个物体 是不是也可以 发现也可以 那等到了 刚才说1900年前后 人们就想那电子可不可以 或者说原子可不可以 那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发现不可以了 这个已经是 这个方法已经不对了 因为当时就是量子力学的出现嘛 出现之前 人们发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用之前的数学已经 已经描述不了了 那人们后来又找到了 更新的数学语言 更合适的数学语言 比如说矩阵力学 比如说微积分 来描述它 那好了 那等到我们今天 可能仍然觉得 这个世界到了某一些环节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去描述它 我相信这一点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 更合适 更更适合于 这种规模 这这类问题的数学语言 那一旦我们能找到的话 我相信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 纯数学 这种这个纯数学 还是很有它的价值 那这是我相信的 这个第一点 那刚才还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经典的这个 这个 一个小球 一个棒球的这种运动轨迹 或者说是我们 在对于电子原子 这种微粒的 这种研究 都可以做到 那但是 很多大量的电子 大量的原子 组成了一个棒球之后 那它的行为 怎么样就从 这一个量子力学 来描述的 这个行为 转换到了经典 或者叫牛顿力学 描述的行为 这个之间的转换 怎么跨过去 那其实现在人类 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解释 这种界观物理学 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 统计力学在这个里面 其实是帮我们解决了 很多问题 那好了 我不去管 这个一个小球 它是怎么运动的 我去管 这么一群小球 既然它们都受到 同样的影响 它到底怎么来运动 那我们知道 其实今天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 重要在哪呢 就是如果我们 没有统计力学 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不知道 半导体里面的电子 这些的电子 怎么去运动 因为你如果把半导体里的电子 像牛顿力学一样 一个一个的去解它的方程 这个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那人类到今天 永远也用不上半导体 永远也没有集成电路 那像我们今天所做的 所有的这些个手机电脑 全都没有 就是1900年之前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 今天很大可能还是这个样 但是就是由于有了 统计力学这个概念 就是更合适的这个语言 对于这么一个规模的问题 更合适的语言 当然也要加上量子力学的 这个运用 好 我们就知道了 大量的电子 在一个固体当中 比如说半导体里面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行规律 那这个就是半导体物理学 那有了这个物理学之后 我们就知道了 好 我们可以去用半导体 我们可以去靠掺杂 来调制它 让它的电子 就是到这个承载电流的 电子的数量多还是少 让它这个能驱动多少个 这个后面的这个电路结构 这个我们终于就知道了 那就是由于找到了 这么一个合适的数学语言 当然也要加上物理思想 我们才更了解了这个世界 包括固体 包括半导体 那随后我们才能用半导体 发明出来很多东西 所以说数学语言 既是这个世界的框架基础 又非常之重要 对于我们具体应用 不管是应用这个科学 还是改造我们的世界 都非常之重要 段老师 对 您其实刚才反复提到的 数学是一种语言 那么在这本冯诺一曼当中呢 有一个细节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冯诺一曼自己呢 他也对于语言 是有着偏爱的 比如说他就讲到 像希腊语 非常适合进行逻辑的推理 在希腊语当中 容易诞生出来的数学 那么他也提到了中文 中文适合进行诗歌的表达 其实数学呢 本身也是一种世界的语言 我们通过这个数学 对于这个世界 有不同层面的了解 那么刚才和二位老师 在聊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羡慕二位啊 他们在各个领域 都是专家 都是和数学呢 关系非常的好 那么在应用数学 来去了解和解读 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应该会比普通人 会比凡人 有更多的便利 我刚才还留下一个小问题啊 这个问题开玩笑的 这个可打可不打 就是关于数学用来指导生活的 比如刚才我问的张老师 曾经在网上就流传 说这个年轻的朋友们谈恋爱 就是一定要明信七这个数字 谈到第七个啊 可能也许就是 最接近正确答案的这个 我不知道在您看来 这种问题 用数学有得解吗 张老师 其实数学上是解这个 这个恋爱问题 我不清楚 但是其实在招聘里面 确实有这样一个 所谓捷径 就是你 你是假如说面试到 我最忘了具体的数字 大概30多个 就是你面试 多少个 然后下一个 你就 你就把它 把它那个 把它害了 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 你在前面 其实你在采样 其实采样的过程 就是你在 就所谓的 所谓的中心曲线 你足够的采样点呢 就会知道 你自己是 在想找什么 这样的人才 所以这点呢 但是恋爱 假设三十多个 也许 头发都白了 太花时间了 对 这个太花时间了 这不清楚 但其实也许有它 背后的有它的道理 但恋爱不清楚 七个也许太少了吧 对年轻人来说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是 是统计规律 对 不知道张老师 就像您说的 您觉得是统计规律 是只是七个是统计规律 还是三十个是统计规律 还是刚才的这个曲线 是统计规律 三十个曲线是统计规律 对那个是 这个肯定是符合 这个肯定是符合 这个符合一定科学道理的 你比如说 这个北京市的家庭的 这个财富分布 如果横坐标是家庭的 这个资产 资产的量 那纵坐标 如果是这个家庭数的话 那它肯定是在 某一个值是最多的嘛 比如说这个500万 这个家庭的资产总值 是最多的 那2000万也是有的 三个亿也是有的 只不过它会越来越少 那谈恋爱可能也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 这个 这个 去统计了一下 你谈了几次恋爱 你跟第几个女朋友结的婚 可能也是有这么一个分布 那可能对于中国人 或者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可能比如说像您说的七 或者五是一个数字 可能对于 比如说某一些时代的 比如西方人 他可能是 像您刚才说三十 可能是他的一个最高值 这是有它的统计规律 我相信 这就是语言嘛 数学语言 找到了合适的数学语言 就能够描述这件事情 回答这个段老师的话呢 我觉得七个是不够的 但是你要真的采样 全部采完了 也许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不是给大家提供正确答案的 就是在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事上 没有正确答案 我们只是给大家来提供一种方法 方法呢 看您怎么掌握 掌握好了 正确答案立刻就出现了 我们只做这个搬运工 不做这个给水人 好 接下来呢 和大家来聊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这本书 我在读书的过程中 一个非常有趣的体会 就是有关冯诺一曼所受的教育 你看现在一提教育 哎呀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也非常的上心 尤其在北京啊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很多父母就不甘于人后 让自己的孩子 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所谓的起跑线 不就是哪人多 哪就是起跑线吗 而且各种激发 对不对 都有 在冯诺一曼所受的教育中 我不知道在二位老师看来 有没有那些普世的地方 有这个信息价值的地方 可以分享给咱们今天 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 要不然还是听 从这个张忠老师开始 请张老师谈谈您的感想 我觉得冯诺一曼的这个 他的成长经历呢 是有他的挺多的个例性 就是他可能不见得普世 因为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 包括他很早的天赋 假如说你十几岁 在你他去大学中学时候 之前就在家庭里面 就参与这种大人的讨论 那他有这个天赋 他有这个能力能听懂 所以这方面呢 他是有他的个例性 就不见得是普世的 但是呢我觉得他 我们刚才也谈到了 他这种穿透力 这种通识 是不是说一个很紧的 这种教育系统里面 就能给你的 我觉得现在教育系统里面 最大的问题呢 是可能把大家的好奇心 给抹掉了 那这种看问题的穿透性 是没有了 就说这点是比较可惜的 我一直认为我自己 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教育里面千变万化 现在有元宇宙啊 有AI有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教育应该关心的 是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 就是说 就像我刚才讲 冯劉面这方面特别强 就他的抽象能力 这个世界千变万化 他的本质 他可以从数学的这种能力 他穿透去看透他的本质 这是一点 同时呢他又应用 他虽然自己 那个不见得是一个 做实验老打碎这个器皿 对吧 但他是有很多数学 他可以动手 就是你可以进脑 然后也可以影响到现实世界 还有呢 他的绝对的好奇心 这是他成为马路杀手的 这个原因 因为他没有车了 他觉得反而很boring了 对吧 对他来说 就是好奇解题的这种 好奇心学习的这种能力 这三点 不管呢 你是这世界怎么变化呢 是一定要保持的 对 这是我的看法 林老师 您呢 怎么回答我刚才提出的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同意张老师刚才的观点 就是 Fontoyman的教育 没有图示的价值 没有可比性 他像刚才说了 第一 他的天赋是比不了的 其实一个有天赋的人 就是足够聪明的人 没有不用什么学习方法的 这个 这个 一利详实惠 这个 这是评书里面经常有的一句话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 什么意思 一利详实惠 就是这个人有力气 你会十招 或者会很多招 你也打不过他 他就靠力气 就已经赢了你了 你不跟你玩这些的 虚头八脑的东西 千十八丫的花招 所以这个 他只要足够聪明的话 他其实 不需要有什么学习方法 你像他旷课 旷课 我们能从这里学到什么呢 没有 但我觉得 我读完这本书 我也有一个观点 就是他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尤其是分析问题 怎么去把这个一个问题 梳理清楚 把里面关键的点 把这些个 非 就不重要的因素 提取出去之后 找出最核心的 这个 这个关键问题来 怎么去一步一步 分析它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其实我觉得 当然 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这个也是一个字免了 那我自己 其实 从小也没有学习方法 但是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 也意识到了 其实 对于分析问题的 这个 有逻辑性的分析问题 这个能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比如说 培养小孩的话 也是希望往那个边 往这个方向上 能够去 去引导他 当然这个 其实也 也很困难 因为这个东西呢 很大程度上 也是讲 也是很讲天分的 那你比如说 我经常给学生们 举一个例子 是比如说 我 如果我自行车坏了 我的话 我很 很正常 我去找个工具啊 什么的 下去修 但我的儿子 他很自然的就想到了 把这个问题就扔给我 或者说是 推到修车店去 就是他的第一反应 就不是去分析这个问题 怎么去尝试解决 他 他想的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是直接交给一个 专业的人去做 他自己不再去 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 我觉得 可能是对于 小孩的教育上 这个比较重要 锻炼他自己 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又说回 刚才自行车的话 比如说像我父亲 那一代的人 他们就完全是自己去 自己存一辆自行车 对吧 可能去买一些零件 或者从几辆 旧自行车上 弄来零件 自己存一辆 就是非常好奇的 一辆自行车 那我也失去了 这个能力 我只能去修一个 这个买了一辆车 骑坏了 修一个零件 能去买零件修 但后来的小孩 可能这个分析 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能力就进一步的 我觉得是退化 所以这个 我同意刚才 张老师的观点 这个可能是 对于冯诺一曼来说 可以提取出来的 我觉得一个普世的 对于教育的 一个点子 张老师 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请二位老师回答 无论说是这本书 还是冯诺一曼本人 对二位最大的影响 是什么 简单说一说 张老师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 我假如说没有 我现在就可能 不再从事 我这个 我很喜欢 这个计算机科学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 最直接的 这个影响 然后 假如说 再讲细一点 就是说 还是穿透性 就是说 它的各行 各领域之间的穿透性 跨界的必要性 假如说你能够 满足一定的条件 跨界必要性 你有一定的穿透性 然后对历史 对社会的这种 看全面 看不是看一点 这种 我觉得是这个能力 是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个 冯德曼对我的 这个看完这本书 因为我就是 学这行的嘛 所以其实之前 也学到过很多 冯德曼的 正经的 科学知识 但是读他的一些 个人的故事 等等 是这本书 给了我很多 新的东西 很有趣 对我来说 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它的这个 老天爷给的天资 没有浪费 这个充分抓住了 他这个生命里面的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 用上帝视角来看 几乎是每一个 关键点上 他都没有辜负 自己的这个天分 那当然我们自己的人生呢 没有办法去有 那个上帝视角 那从我们这儿呢 就是把每一件事情 既然决定要做的事情 就做好 那这个其实也是 清华一直以来的校训 我们就是把每一件事 既然要做 就把它做好 好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 把这件事情 向前推进 我们还没有做完 接下来这个环节 做完了才算做好 那就是我们结束 圆桌问答以后 要和大家进入 互动问答的环节 我们来看一看 各位网友啊 大家这个时候 所留下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 以上的对谈当中 已经提到了 那么这位网友的问题 是听二位来讲 冯诺伊曼是科学全才 在如今的科研环境里 老师怎么看待 全才和专才的问题 这个在我看来 我们刚才已经和大家分享了 像冯诺伊曼这样的全才 是老天爷给的 我是说你后期能培养出来的 眼下的科研环境 倒不如说一说 是不是还要期待全才 或者说如何更好的成为专才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理解 张老师 您觉得全才是能培养出来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说当一个领域里面 假如你钻得足够深的话呢 就说你把这个领域吃透了之后 我觉得是先钻再全 你能全多少是这个老天爷 和那个会给你的多少时间 对吧 你把一个东西吃透了 把一个领域吃透之后 你就有能力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另外一个领域 你会带来一些很不一样的角度 那么就是说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可能贡献比较大 我自己个人是跨界了好几次的 我大概每七年跨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领域 就因为我这个领域差不多 这个其实蛮辛苦的 但是我跨界之后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看问题的方式 一方面在学习 但一方面有带来的原来那个领域里面 做事情的这种方式 其实挺有用的 就说我是鼓励 就是说大家不要放弃全才这个梦想 当然是从专才开始做起 您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至少说咱有一个目标 能成为全材的话 那确实是了不得的一件事 成不了的话就认了呗 在保育里面做深一点也挺好 对吧 李老师您怎么看 对我同意 这个因为像冯奈曼那个年代 它是这个科学一个再次爆发的一个时期 不管是物理学 还是这个其他的 比如说像信息学计算机学 这个人类一个知识爆发的一个年代 那个时候像他这种聪明人 可以到很多的环节去 这个浅尝辙止 去人家那儿这个点一把火 然后就走了 那我继续去聊 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 这个知识它的系统性 它的这种丰富 那每一门学科它自身的这种体系 其实靠我们人类的智力 要花很长时间去学 所以在我看来可能比较困难 成为所谓全才了 但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 我非常同意 如果在一个领域里面 做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相信会比较 不能说容易 但是至少不再那么困难的 可以转到其他领域去 尤其当你在一个领域里 做好了之后 其实你已经证明了 你有足够好的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有相应的这种基础和资源 来支持的 那这个时候再转到 其他的这个领域去 要这个难度 比你所谓的在初期 就要去涉及很多领域 当然要容易很多 嗯 道老师 好 那我们再来和二位老师 看下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我也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这位网友呢 在问书中讲到 家人把冯诺伊曼培养成了一个 会放松思考的人 不像其他的天才 在童年时期神经紧绷 老师们觉得该如何培养 放松思考的能力 我觉得这位网友 他就说的有趣了 他怎么知道其他的天才 在童年的时候是紧绷的 我觉得天才应该 不会紧绷 对 天才不会紧绷 我觉得任何领域都是这样的 我就先讲一讲 我这个领域啊 是一个传媒工作者 其实我就特别羡慕那些 在台上主持节目 做演讲的人 那种放松的状态 有的时候你会在那种 放松的状态当中 看到智慧 甚至你会看到一个人 在闪闪发光 我就特别想要那种状态 哎呀 但是怎么样都没有 所以我就也很好奇 就是这种放松的状态 真的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还是怎么来的 还是说也许我的这个修炼还不够 到了一定程度的话 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怎么看在 科学研究的这个领域 所谓的放松状态 是不是一个优良品质 或者说是某种段位的体现了 张老师您觉得 您怎么理解放松 我觉得放松状态是 其实我等会也可以问一下 李老师这问题 我觉得在解决某一个问题之后 是一种既紧张又放松的状态 对吧 就是你专门在想一个时候 其实你说紧嘛 其实蛮紧的 但是它其实也挺松的 对吧 像我的话 我家里边洗发水 是经常用的很多 因为我经常在洗澡的时候 在想问题 抹了一遍之后 我不知道又抹 是不是刚才没洗 对 就是这是一种又紧又松的状态 所以这个 你刚刚讲 就是说这个天才是不是紧张 但我自己觉得 在解问题的时候 是一种既紧张又放松的状态 而且冯玲门 你知道他有一个 特别奇怪的习惯 你说他睡觉前 他要找一个 白天没解决的问题 然后睡觉了 你说他的 那个神经是放松吗 还是紧绷吗 对吧 所以他这个 解决问题的状态 是又紧张又放松的 这么一个同时的状态 就是所谓的 硬着flow 硬着flow 这种状态 那么怎么培养这一点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 首先呢 就是要引导他 其实刚才李老师讲到了 就是说 让孩子有解决这问题的 这个兴趣 对吧 让他来关注他 不要让他说 就把这事扔了 这是不行的 然后在关键的时候 扶他一把 我觉得让他就说 要有解决问题的 这种快感 你有了这个快感 你才可以继续 去琢磨这件事情 对吧 这其实是一种 好的紧张的状态 但其实又是很放松 实话说 对 我觉得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没有多少人可以理解 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话题 又让我放松 又让我紧张 到底 让人家怎么办 既要又要 好难 刘老师 您怎么看到 我们刚才提到的 既要又要 其实我也有过 刚才张老师说过的 这种想一个问题 想的特别特别深入 就是脑子里 完全没有别的东西了 而且呢 我也体会过这种 就是想破了 那一个坎之后的 那种灵感迸发 那种快感 那个时候 其实是能够体会到 就是这种 在紧张 但是其实是放松 就是除了那一根弦 是紧张的 其他身体啊 其他的思考 都是放松的 那么一个过程 这个是有 我有亲身体会的 所以我相信是有的 那我其实也相信 如果大家 真的专注在 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很有可能 也能体会到 这种时刻 就是既紧张 又放松 那反过来呢 说怎么去培养 其实这个呢 我不同意这个词 我觉得不是培养 其实是发现 或者叫挖掘 我举一个例子 段老师 如果您一会儿 在回看我们的这段 这个对话的时候 您可以发现 我或者是张老师 当然张老师少一些 我会更多一些 我会言语上会有打磕吧 我会有思考 我的这个语言组织 可能会比我的 可能要 就像现在这样 我要组织一番 但您 在我有意识的听来 没有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天赋 这是老天爷 赏您这口饭吃 做传媒 做播音 真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老天爷赏饭吃 而且我在我的这个周围 我也见过很多 有他特别擅长的东西 你看比如说 他这个从小训练半年 就去参加某一个大赛 去比那些训练 多少年的人都要好 对吧 这些都会有 我们都能见过 这些例子 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 不是去培养家里的小孩 或者说自己 去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更多的是要 发现和挖掘到自己 擅长的地方 你比如说就像 您这么一个会说话 懂说话的人 如果让您去做一个 雅剧演员 那这就埋没了 可能您更多的是要去 有身段 有手型 但这个可能 当然我还没见过 您的身段 可能也不错 但就至少不一定 比您的这个说话 更好 所以可能 回到我们今天 这个 就这个问题所在 我觉得可能 更多的是发现 跟挖掘 在发扬自己的优势 因为毕竟 现在的社会 这么多元 以后很多 这个 重复性的劳动 可以靠机器啊 人工智能啊 来部分的替代了 可能人更多的是 要出在一种 像刚才最开始 张老师说的是 这个不是Science 是Common Science 或者叫 更高一层的 这种创造性的东西来 这个领域了 那如果我们能 把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特点 挖掘出来的话 其实这个 对这个世界是更好 对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刚才 对我的肯定 我对您的肯定 也表示肯定 谢谢 这时间的原因 我们今天和二位老师的对谈呢 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我真觉得今天这期对谈 让我收获非常的多 首先 二位老师在跟我们 谈很多话题的时候呢 都能够感觉到 那个智慧的小火光 噼里啪啦的 在满屏幕闪 另外呢 我们也通过 二位老师的对谈 以及跟我们的讲述 也了解到了冯诺伊曼 这个天才 这个老天爷赏给人类的 一个天才 这个天才是怎么样 为人类做出贡献的 也希望未来啊 这样的天才 真的是越来越多 因为这种人呢 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然也只能在这 许下一个心愿了 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啊 张老师 李老师 我们还可以再次对谈 谈一谈更有趣的一些 科学方面的话题 一些人物 以及二位老师 所关心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对谈 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谢谢张正老师 谢谢李铁部老师 谢谢二位老师 好 也谢谢二位老师 谢谢 也请我们的各位朋友 赞且留步 大家先不要走啊 今天我们的这本书 天才的托方者 冯诺伊万传 和各位的分享 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那么接下来 我要向大家来预告一下 下期节目的内容 下一期的直播呢 将由美国西北大学的 夏志宏教授 来为我们导读 费马大定理 这本书呢 是围绕着 寻求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叙述了历代数学家 前仆后继 攀登这座 数学高峰的历程 介绍了数学王国中的 许多伟大的英雄 比如说 毕大格拉斯 欧拉 高斯 哥德尔等等 那么这本书当中呢 也是穿插了很多 精彩的故事 下周六晚上的八点钟 高山科学经典的直播间 我们不见不散 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段玉龙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